我們來看一下 哇 26位已經聽好了 所以大部分大家應該都有 有90%的人都有聽過Foto Show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還是領導品牌了 這沒有問題 那跟他有競爭關係的就是我們的這個誰 Codejo 那另外呢很抱歉 這個軟體已經沒有明天了 知道為什麼嗎 他以前叫有力 是台灣的公司 然後後來被Code 就是上面這家 Codejo 中文翻證 Codejo 被他併購了 但是因為他們家本身就有影像出於軟體 所以 他被併購之後就冷凍起來了 就不會再有新了 那 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裡開始的 這些 這幾個其實都是免費的 有些是Open Source的 那有一些呢甚至在國中小 就有在用 像Photocab是台灣之光 雖然他已經也蠻多年沒更新的 可是其實還不錯 蠻好用的 等一下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另外呢 另外有個Open Source的影像出於軟體叫GIM 這個在網路上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教學 但是不可否認的 就是說 這些 比較 屬於 就是所謂的 Open Source也好像免費的 他在影像出於的功能 是真的沒有像這邊那麼多 但是Photocab 還有就是像 Krista這個 Krista這個 他們都是 功能算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所以 就算 你 完全沒有用過的 來用其實也還OK 還OK 那我們再往下 App應該很多人就 印象會深刻的 美圖秀秀 這個 郭董的 老頭有一段用的有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因為現在很多 然後我沒有想到還有人有用過文青相機 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有那個連結你可以連過去看看 那 摩曼跟采曼這兩個 也是最近這兩年蠻紅的 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少 有一半的人有知道 等一下呢我們會 實際用給各位看一下 好 采曼比較少人知道 因為摩曼這邊主要都是變什麼 黑白的 比較多 但是彩曼呢他就覺得我要用彩色 彩色漫畫的感覺 好 那雲端 看起來大家 知道的就比較少 對不對 很顯然的 只有跟你 放照片的地方有關的大家比較知道而已 其他的幾乎都 很少 那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會用比較多這裡的 對不對因為都沒用過嘛 因為 其實在雲端的部分 影像主語算是相對比較成熟的 相對比較成熟 因為他很早就進來了 很早進來 而且檔案量又相對比較小 好 那我們了解了大家 對於這個 的一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 現在呢 就 在開始前 我等一下要介紹 另外一個東西 給大家講 好 這張到這裡 就知道了 是